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要为大家制作跟播出的是 石敬谦的纪念专辑 石敬谦在去年年底去世了 他原名是Jonathan Spence 虽然他一辈子用英文写作 不过他的著作基本上都是 针对中国的近代现代历史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提供了英文读者 对于中国有更深刻 而且很不一样的认识 同时他又提示了 我们看待中国历史 很多不同的面向 和不同切入的角度 今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 Jonathan Spence的这本书 书名就叫做《天安门》 在英文的书名 除了《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之外 它的副标题是 《The Chinese and the Revolution》 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 所以这本书 它的一个主题是革命 不过在讲中国的革命的时候 石影谦就像他在写康熙皇帝的时候一样 他试着要让真正的当事人 历史的亲历者 用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来描述这件事情 也就是我们看了很多 从外在史学家的眼光 去描述中国的革命 包括美国中国研究 这个领域的最重要的主事爷 Junkin Fairbank 费正清他就写过一本书 叫做《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也就是中国大革命 中国大革命 把一百年的时间 当作中国经历了一场 一直没有间断的 不断动荡当中的大的革命 那《天安门》这本书 《十几千》基本上 也是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视角来看 换句话说 中国人的革命 他的开端 他放在1895年 那结束的地方 到了第十三章 这是他后来 又补上的另外新的一章 他就把中国的革命 放到了改革开放 1980年之后 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中国人经历了庞大的革命的历程 一波又一波 可是这不是从外在的角度 来替我们描述中国人革命 中国的革命是怎么一回事 关键的重点是 他要让这些参与在其中 主要是知识分子 让他们透过他们的著作 透过他们的生平 现身说法 让我们可以体会 什么叫做中国革命 以及活在中国革命的洪流当中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 什么样的经验 这本书开头 时间设在1895年的初春 日军在大窟口外 登上一艘中国汽轮 还大肆搜索 加武战争 从1894年8月 达到1895年的2月 日本势如破竹 重挫了中国海军陆军 之后像登船搜索这一类 蛮横无礼的举动 就变成了家常便饭 表面上这场战争 是中日两国为了要争夺 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而起 日本以脱胎换股之后的 经济跟工业基础作为后盾 打造了现代化的铁卫雄狮 出世身手 就令人刮目相看 而这一艘中国汽轮上 有一个特别的乘客 那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对于朝廷威信 横遭如此冒犯 心里面当然是愤改难平 将近这十年来 康有为多次调诚上奏朝廷 欲请着手经济跟军事制度的改革 然而当道充额未闻 如今康有为自己清理了 这种不改革所带来的可怕的后果 他写着日人来收传 当颇份 而立刻联系到 一早用无言 必无辞入 他的信中确实愤慨 出生南方的这位逐生师父 他并不是朝廷的命官 又没有族人畏惧要紧 但他仍然一心相信 朝廷当道会采纳他的成情 这就是Jonathan Spence 这本书的开头 同时也就奠定了 这本书 他的基本的风格 让一个一个 身居其中的人物上场 告诉我们 他们如何参与革命 他们在革命当中 遭遇了什么 又留下了一些什么 感怀的记录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Jonathan Spence 他如何写邱景 邱景从一篇文章开始说起 1904年 有一个名叫邱景的年轻女子 眼见中国两万万女性的悲惨境遇 自然将民族大义 与妇女的权益结合在一起 他写了一篇文章 在1904年的秋天 刊登在日本一份激进的 新的中文刊物上 叫做白话杂志 这就是提倡白话 早年提倡白话 而且是在日本的留学生之间 办起来 流传起来的杂志 用他自己的遭遇 描述了中国妇女的处境 他说 哎 世界最不平的事 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 从小生下来 遇到好老子 还说得过 遇到脾气杂贸 不讲情理的 满嘴连说 晦气 又是一个没用的 恨不得拿起来摔死 总抱着 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 冷一眼 白一眼的看待 没到几岁 也不问好歹 就把一只雪白粉嫩的天主角 用白布缠着 连睡觉的时候 也不许放松一点 到了后来 肉眼烂尽了 骨眼折断了 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一身 哎呦 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 这还不说 到了要择亲的时候 只凭着两个不要脸没人的话 只要男方有钱有势 不问身家清白 也不问男人的性情好坏 学问高低 不知不觉 就答应了 到了过门的时候 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椒 坐在里面 连气也不能出 到了那边 要是遇到男人 虽不怎么样 却还安分 就已经算是 前身有福 今生瘦了 遇到不好的 总不是说 前身瘦的虐 就是说 运气不好 在这篇文章当中 邱锦抗议存在了 千百年的不公不义 而他抗议的性质跟姿态 说明了 另外几股 中国革命浪潮 汇流的结果 女子学校数目增加 西洋传教士 和中国改良派的影响 专门为女性设立的 女子会馆 另外 鼓吹迎娶天竹妇女的 连仪色 从海外大学毕业的女子 返回到中国 探讨女性议题的刊物跟报纸 翻译西方女权领袖的著作 这所有的各种不同的现象 汇集在一起 对当时激进的民族主义 起了退破助澜的作用 丘景在他别的文章里面 诉诸于罗兰夫人 佩罗夫斯加亚 还有凯撒林 并齐等等这些人 而在丘景 数十手的诗作当中 也可以看得到 他强调 女性要有新的精神 不过丘景 和同时代的康有为一样 他设法 不过于依赖西方的典范 而要努力的在中国历史里面 去寻找这份精神的共鸣 所以他也特别推崇 中国历史上的英勇女性 虚美所无之胆事 却鉴于粉带 丘景1904年这篇文章 所流露出来的情绪 既是时代的产物 也出于他个人的经验 从一些留下来的文献看起来 丘景的父亲 对这个女儿甚为宠爱 但丘景在文中批评 殷习守旧的父亲 似乎也不传然 只是在作文 我们另外从丘景 1905年的一封信里面 可以揣摩 他对于死去的父亲的不满 丘景在信中就提到了 如果不是仁子为了尽孝道 料理父亲身后的丧礼葬礼 以至于把家产都耗尽了 丘家也就不至于 落得三餐不计了 关于禅足这件事情 丘景的情绪有起激愤 似乎是从小就禅足 而棘手师也暗指 他后来自己把脚放了 丘景写着 算公邪三寸太无为 已改革 至于没座之言的婚姻 丘景曾经告诉他的大哥 他的不幸 多因为没有办法自己挑丈夫 结果嫁了一个不称头的男人 父母逼他嫁给湖南的生意人 心里面的邪恶 在他抛夫 弃儿女 这个时候表露无遗 1904年的夏天 丘景想尽办法 凑了盘产 搭船东渡到日本去 离开北京之后 他写了一首七言律诗 标题是 有怀 由日本诗作 在诗里面 回顾他二十六载的生命 日月无光天地昏 沉沉屡界 有谁缘 开头的这两句诗 立刻就是悲愤的 拆缓点池浮沧海 骨肉分离出郁门 放逐浅除千载毒 热心唤起百花魂 可怜一幅娇笑怕 半是血痕 半泪痕 这是女性的悲哀 丘景接着发现 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 处境矛盾 他们去国留学 等于拒绝了 传统的儒家教育体系 有很多学生 是由朝廷大员 从家乡的省份选出来的 只要他们进得了 正式的日本学校 按部就班学习 就能够领取优渥的津贴 返国之后 也可以有一冠半尺 留学生的举止必须要守法度 也受朝廷派驻日本代表的严密监视 但同时 他们又受到各种新思潮新体验的冲击 很清楚 这个朝廷 激弱 雀弱 雀弱 远不如日本的明治政府 当日军在1904到1905年 这个时候 日俄战争爆发 甚至日本 击败了俄罗斯 恶阻俄罗斯的势力 向满洲退进 这些中国学生 对日本更是崇拜的 无以复加 日本的胜利 明明白白摆在眼前 证明了 明治维新 可以让国家抢胜 一个亚洲的国家 竟然击败了欧洲的强权 让中国人大受鼓舞 而在甲午战争 败于日本的耻辱 这个时候 也感觉一扫而空 邱锦还写了一首诗 文气雄混 胜在日本 打赢 英智大无信 不顾各国抗议 仍然占领中国和善的 狡猾的俄罗斯 相较之下 日本是团结一心 女子都自愿参加红石智会 跟男人一起共赴前线 邱锦也是在日本 认识了一些流亡的 排满运动领袖 根子全乱 事发的时候 邱锦仍旧在北京 所以他又亲眼目睹了 八国联军入京的耻辱 这个时候 他读了 《流日中国学生发行》的杂志 就维稳慷慨称词 批评满人 是不辱汉族的烈等人种 高呼 就不惜以暗杀作为手段 来唤醒国人 投身革命 歌颂佩罗夫斯加亚的事迹 邱锦和卢梭 波兰爱国知识 真 自由的精神 相应和 这是 那个时候 邱锦作为一个 激进的 女性 革命家 非常独特的表现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会后来继续聊 音乐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FM93.1 感谢您去收听杨造坦书 本节目以太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 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石景谦的天安门 石景谦去世了之后 我们在最近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直播石景谦纪念专辑 之前的节目为大家介绍 陈定山的文存 其中有一篇文章 陈定山回忆他小的时候 曾经在家里面见过秋景 我们也来同时对比看一下 石景谦他写天安门 写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 他就把这些中国革命历史上 一些重要的人物 让他们现身说法 站到历史的舞台上 让我们可以体会 中国人是如何发动革命 中国人是如何经历革命的 秋景离开他的丈夫 抛弃一对儿女 为了要去日本留学 那个时候 留日中国学生 通常是以地狱 来组织同乡会 秋景他生在浙江 不过他嫁给了湖南人 生了小孩之后 又一度住在北京 所以呢 不管是浙江 湖南 或者是北京的同乡会 他都有理由 有所来往 积极地参与活动 名义上 秋景就读于东京 石建旅学校 不过他的时间 大多花在自称叫做 石人团 这是一个秘密会社上 积极地参与 以追求女性平权 作为宗旨的进步社团 又为前面所提到过的 这本白话杂志写稿 这份杂志是由 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办的 目的是要发展成为 一方原地 能够散播激进的观念 跟康有为派 这种改良主义 主张相抗衡 秋景还加入了 更秘密的 更庞大的三合会 设于横滨的海外分会 1905年夏天 更进一步的 他就参加了同盟会 因为同盟会叫做同盟 就是以原来的新中会 作为基础 但是把这个时候 在日本 以及一部分在中国的 这些革命的团体 把它结盟 连结在一起的 这是孙中山 所成立的革命组织 秋景这个时候 还不太确定 要如何拿捏 作为一个 女革命赤士的分寸 他一方面 很佩服男同志的 武术枪法 以及当时非常重要 制造炸弹的能耐 但是在他的诗作里 又感同身受地提到 几位女性的友人 和他们的渴望 和他们的抱负 秋景在东京 曾经拍了男装的照片 他身穿有三个 扭扣的深色西装 大翻领的衬衫 无边的软帽 戴着无边的软帽 穿着灰色的便鞋 手上还有挂着拐杖 秋景有一首诗 回首看自己 雨带苦涩 俨然在望此何人 峡谷前身 悔记身 过世行孩 原是幻 未来警戒 却宜争 相逢恨晚 情阴急 养屋皆时 弃亦震 他日见于 旧时有 为言轻疑 扫浮成 秋景在日本 找到了他自己 要追寻的道路 心中非常的兴奋 不过 手头始终非常的拮据 跟家人分隔 也感觉到七处 到了1906年初 秋景回到了中国 他也没有回到前夫 或者是原来 娘家家人的身边 他去了上海 跟几个革命党人 成了好朋友 上海蓬勃的 知识跟政治的环境 让秋景 他自信 可以在这里 找到革命的指引 那这个时候 有书报 还有在书报刊登 革命军 这个非常煽动性的 文字的周荣 他们这些人 虽然被逮捕 受到了审判 到后来周荣 死在狱中 但没有交袭 人们对于 欺骗的期盼 这在各个层面 各个新式的学堂 都可以看得到 上海有一撮 激进的教士知识分子 其中有一些人 也在日本念过书 他们就串联 协讨上海 各大反清势力 整合主司 成为光复会 在这个时代的脉络底下 所谓光复 要光复的是 人民跟国家的主权 革命之子 意在悬外 跟康有为 想要复辟 光复皇帝的地位跟权力 是没有关联的 上海的革命党人 他的目标 基本上是排满的 他们的 煞血 事实 是光复汉族 还我三合 以身许国 功臣身退 秋锦回国了之后 内经天然交战 一方面 想要以渐进改革 来提高女权 一方面 又要追求 翻天覆地的革命 这两股力量 虽然有时候 彼此应和 但基本上 是背道而驰的 秋锦 曾经向他的 归宗密友 也是 女书法名家 吴之音表示 他觉得自己和 其他的年轻革命党人 不一样 女子当有学问 求自立 不当事事 养起于男子 经 新少年动约 革命革命 但无谓革命 当自家庭史 所谓男女平权事业 秋锦 因为有这样一层认识 所以他就在上海 创办了 中国女报 自己写稿 而且在上海附近的 一所女子学校教书 从日文 悬译了一些 看护学的教程 帮助女孩将来 可以去当护士 可以就业 看来秋锦 也接受自己的估算 如果是透过教育 来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 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但另外一方面 秋锦又向往 将暴力革命 付出行动 受到那些 高喊革命的青年 所吸引 生怕就这样 蹉跎光阴 一无所成 我们看到 他在27岁 所写的诗 里面已经讲到 自己老了 痛心自己 于是尚无补 这就是 那种革命的情绪底下 所带来的时间感 急迫感 秋锦走到这一步 就跟他的表哥 徐希林 有了交集 徐希林 是绍兴人 1906年 他33岁 半身漂泊 阅历丰富 他也去过日本 参加了光复会 但他拒绝加入 顺中山的同盟会 后来还进入 军事巡警的机关 光复会的领袖 急于 想要在浙江举世 认为 有徐希林 有秋锦 可以帮助他们 徐秋两人 也这样想 因为这两个人 都天不怕地不怕 在任何革命当中 一定有这种人的身影 这种无畏 并不是不计一切后果的无畏 要把武力组织起来 投入战争 需要勇气 也不是为了要突破重重的封锁 破坏路障的那种 奋不顾身 而是已经想过 各种后果的无畏 即使会招来搜捕 严惩 也好像 不可能伤害到他们 虽然徐希林 秋锦 在浙江 能够策动的 所谓革命势力 不过就是一些 受过西化熏陶的读书人 几个留日学生 还有呢 跟走私研范 勾结的当地秘密会党 也许 再加上一些 囤处在浙江境内 心怀不满的士兵 所组成的松散联盟 但是他们却有自信 可以发动革命 认为朝廷 那他们没办法 不过实际上 并不是如此 那个时候 满清的力量 仍然很大 满清虽然在上海 书报案 因为发生在 租界区 所以使得他们 绑手绑脚 不过另外在 各大城市农村的军警 仍然能够 有效地运作 同时满清从1901年开始 进行他们的改革 开始学习西方国家 组建新军 更新操练 后勤补给 弹药配备 已经大幅地提升了战力 1905年 朝廷宣布 废科举广开大门 改革全中国的学制 跟课程的内容 又在金师 设立了新式的大学堂 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并且由政府讲义学生 出国征兆 许多地方的政府 对于经济的控制 也逐渐地强化 成立了不少 关都商办的企业 铁路网 逐渐地延伸 徐希林跟邱景 他们唯一能够从 这些改革得力的地方 旨在于 他们以此说服 民族制使 反对 从长记忆虚途革命 因为从长记忆 就有可能 让满清 用新的技术跟资源 重建他们的地位 邱景就是在这种状况底下 一步一步走上 他的人生的终结 演完了 他人生的最后一幕戏 舞台搭载大通学堂 这一所学堂 设在浙江 绍兴晨曦的一个小村落 因为这个地方 刚好有废弃的 背荒古仓可供利用 这是浙江革命势力 有勇无谋的名正 徐希林 在1905年春天 从上海 买了武器弹药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 创办大通学堂 来掩人耳目 成立之后的第一个计划 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认为他们是在提供 农村相拥 实施维持 六个月的训练课程 同时教授英语 日语 体育 美术 大通学堂 尽量向少兴一带 同兴革命的秘密会堂 会众 招授学生 秋景在1907年 接下了大通学堂 督办 并且结合少兴当地的 一所女子学校 还有体育会 利用这个体育会 和浙江新军 联络情谊 也就在这个时候 秋景有了他的这个形象 他跨坐骑马 身穿西式男装 鼓励女学生 参加军事训练 因此经常引起 当地保守时辰的侧目 秋景奉命协调 秘密会社 和革命党人的 习义行动 和徐希林 保持联系 不过 这项工作 阻力重重 因为徐希林 远在安徽西部的安庆 当巡警学堂会办 秋景为了军事组织 拟了详细的计划 甚至连革命军的制服 旗帜 等等细节 都设想周全 秋景设计的旗帜 以白色为底 中央用黑色的墨字 写了一个大大的 汉人的汉字 这是细节 透过这样的细节 十几天 让我们看到 真实的革命中人 同时了解 他们跟革命之间的 具体生命的关系 《天安门》这本书 就是用这种方式 写中国的知识分子 跟革命之间的关系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的投资时间 再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